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为回应 山田君也轻轻地拍拍季友娘的手 仿佛在说不用担心 只如此内心吐槽 这狗粮真是 与此同时 鬼君拉斯开口让班长也坐下吧 一瞬间班长露出一副迷路小孩的申请后 乖乖坐了回去 拉斯表示理解大家都有各自想说的 可自及格毕竟生活在妖精香之外 对于这里的日子也只是听闻而已 所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这里的话不敢说 只不过老师也不是喜欢才把大家关在这里 看刚才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老师是出于一片好意 也希望大家理解 老师为此付出了很多 班长搭了着脑袋 轻声吐槽 抱怨老师为啥不早点直说 班长前世和老师特别要好 所谓爱得深恨得深 也许觉得被老师背叛了 而老师也做什么像样的解释 所以只如此觉得更有必要替老师辩明 没法说出来 老师持有的技能很特殊 拥有处罚机制 我能透露的就到这里 老师的学生名册可以获得学生的情报 但不能将这些情报告诉学生本人 否则会有惩罚 具体是什么惩罚 是轻是重 只如此也不清楚 那个地的话 什么套路都干得出来 说实话 他刚才的透露已经是不犯规的底线了 再说下去 搞不好会触发惩罚 好在班长貌似也领会了 然后也更加一纸交陈了 这个只如此也没办法 只有靠当事人双方自己努力和好了 轮不到万人的他管闲事 班长表示了解了 同时抱歉 还不能马上向老师谢罪 因为在这里虚度的光阴 让自己无法坦率认错 只如此看班长也很纠结 虽然知道老师没错 但毕竟被关在这里的年月不短 这时其他人也跟着小生抱怨起来 就是就是 好不容易来到异时界被圈养了 说啥保护是监禁啊 也有人替老师说话 一时住行无忧 其实也不差吧 慢人生 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我也没啥不满 看到那副样子怎么好责备人家呢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总的来说 在这里生活确实有很多不满 但不能全怪老师 然后比起女生 男生们更加不满 果然男生都向往冒险吧 之前就对作为冒险者活跃的田川君 满满羡慕的眼神 话说正是因为有田川的成功榜样 才更加这么觉得吧 觉得如果自己在外面 也能那啥的 就在这时 关键的田川君有话要说 先声明啊 外面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哟 结果被一个男生吐槽 你呀 你说这话最没说服力 之如此想 确实成功人士诉苦惊 只能是自满 田川君接着反驳 那我问你 你们有过一整天痛得要死吗 或者轻一点骨折一下 被割伤什么的 男生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个男生回答 仅有一次 干活是骨折过 田川接着说 那想象一下 如果每天都会这样呢 对方愣住 田川君接着巴拉巴拉 干我们这行 这点伤是日常 质量魔法治好了 马上又同样受伤 要是不能习惯日常变体式伤状态 坚持不下去 比如我 要是没麻香早干不下去了 说的那叫真切 但之如此总觉得 你呀也有狗粮嫌疑 田川君环氏男生表示 俺是有非实现不可的事 才干起了这危险行的 但还是无数次后悔过 也有好几次差点便当 要是没有麻香在 我不知死了多少遍 要是纯粹向往去当冒险者的话 别怪我多嘴 还是不要的好 之如此越发怀疑 你呀真的不是狗粮吗 刚才说的是冒险者的情况 就算不是冒险者 外面也危险 平日冒险时 俺见到过很多悲剧 死于魔物 死于盗贼 还有被遗留的孩子 因为没钱 被扔掉的孩子 班长家很穷吧 要是不来这里 会怎么样呢 面对田川君诉说的残酷事实 班长低头无语 直让班长确实是被父母卖掉的 碰巧是被卖到这里 被卖到别的地方也不是没可能 运气不好稍微长大一点 被卖到那种地方什么的 这时拉斯基长让大家静一静 事到如今 再议论哪种生活好 已经没有意义了 时光不能倒流 我们像这样活在这里是无法改变的 然后不在这里 死去的人也是 要知道还活着的我们 讨论这个本身就是奢侈的事 没挂就是奢侈 听到这儿大家都不说话了 除了一个人以外 杀了那么多妖精的你 好意思说这个 前世纪有山田君毫不留情 揭发拉斯咔嚓妖精的事实 本来嘛 既然魔族取得胜利 班长为首的转生者们都心里有数 妖精后来怎么了 但知道归知道 接受理解又是两码事 更何况是曾经的同学参与 甚至亲手杀妖 全场又一下陷入了沉寂 例外的只有田川君和被绑的两位 还有就是亲眼目睹 珠妖现场的光龙和姬友娘 以及山田君本人 连班长都不知道说啥了 其他人更是一下子脑袋转不过来 一脸麻烦的样子 有几个听明白了的 也是东张西望 察言观色 貌似不太敢相信 也许是因为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转生者来说 死是无缘的事情 加上前世 在日本很少死于寿命以外 对死亡的感官和这个世界相差太大了 在妖精之巷外面长大的田川君和草坚君 对于这个世界的生死观念的认知 就比较靠谱 但珠妖子还是不解 那么同样是在外面长大的山田君 这么激动干啥呀 听了刚才的说明 赵丽也应该理解 妖精是一帮死不足系的家伙 面对指责 拉斯维也到来 俊 我先申明 妖精做了很多罪该万死的事情 所以我杀了他们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谁知山田君越发激动 大叫 当然有问题了 连珠妖子都有点吓了一跳 拉斯反问 你有在听刚才的话吗 山田君表示 当然听了 可能妖精所作所为 确实不可原谅 珠妖子一听 哦呀 人家山田君貌似还是理解 妖精不是好东西的 本来人家参战是为了给妖精助阵 珠妖子本以为他会因此下不了台 要给妖精辩护 看来不是啊 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杀了就了事啊 这不对啊 山田君的一番话 很多转生者都表示同一的氛围 珠妖子也理解了 确实啊 生长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 还留着日本的价值观 也没啥大惊小怪的 在日本罪犯都要依法处刑 很大的重罪才会死刑 和这个世界比 生命的轻重差太多了 山田君继续巴拉巴拉 妖精们 有必要让他们活着恕罪 他们有这个义务 不能杀了他们就了事 死了就啥都完了 只如此想 你这说的都正论 但总感觉太偏真了 这个世间 根本不想赎罪的恶人 不要太多哦 只要动动嘴炮 什么样的坏人都能改过 那只能是某些故事里面有 你再费尽心思 还是不知悔改 明摆着是浪费时间 与其多事 还不如干净利落 来个斩草猪根 妈这只是他知如此的意见 对于山田君的反驳 拉斯也表示 确实你说的对 死了就完了 杀掉是不对的 那是当然的 不可原谅的事 山田君一听 那你还 没等人家说完 就被拉斯直接打断 那我问你 照这个道理 妖精直接间接 剥夺了那么多生命 那也不可原谅啊 那些精进的人被杀的人 是不可能原谅凶手的 不管对方如何如何恕罪 藏在心里的仇恨 是不会消失的 可能会淡忘 但绝对不会消失 光听这话 就知道人拉斯身负了什么 拉斯再次肯定 山田君说的 确实很伟大 但是妖精横竖 都是无法被原谅的 必须得死 所以我送他们上路 这么说 总能接受了吧 知如此想 人鬼君这么沉重的真言 看你山田君怎么反驳 结果人山田君 两眼寄宿强光 一副不屈不挪的样子 不能接受 就算妖精这档子事 算你对 那帝国君呢 你要怎么说明 你们是利用帝国君 做诱饵供来的吧 被当场炮灰 挂叫的帝国君人 要怎么说明 知如此一听 好家伙 哪壶不开提哪壶 确实在山田君视角看 帝国君完全是遭殃被害 所以没法接受 这不转生者们也躁动起来 不过谁也没开口 于是班长打破沉寂 那啥 刚才他说的是真的吗 拉斯和山田君 互相瞪眼 一动不动 班长瞅了两人一眼 又转向知如此 知如此心里直叫 怎么用手 记忆追问刚才的是真的话 你们就是利用完下母君 把帝国君的人都杀了吗 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知如此只好开进口 表示咱不否定 班长一脸严峻表情 那就是说你承认了 知如此内心表示 是啊没错 不过其实远比班长 想象的要毒辣 所以就不多说了 也是为了双方好 这时拉斯不再辩解 不否定利用了人家 可这是战争啊 哪有打仗不死人的 山田君还要反驳 拉斯也不示弱 帝国君不死 死的就是魔族君 然后帝国君和 魔族君是仇敌 不过是利用一下敌人而已 咱们干的 在军事策略上 有什么错吗 确实 无非就算来了个 愚翁得利罢了 再正确不过的策略了 可人家山田君 想说的不是这个 没办法 拉斯继续苦口薄心 君啊 你也见识了这个世界了吧 这里和日本不一样 姓名不值钱 你再固执纠结 日本的价值观 也没意义啊 山田君依然要反驳 没意义 为什么这么觉得 确实 这个世界姓名不值钱 随便一个什么 都可能会变当 所以有利物斯兄长猜 不 先不提这个 但是 但是啊 那也不代表 生命可以轻易去剥夺啊 山田君这一声吼 颠覆了刚才芝汝子 对他太天真地认知 本以为他是一直 扔不掉日本价值观 看来不是 人家理解这个世界 不一样的前提下 仍然坚持天真理想 这个世界和日本不一样 啊 就是啊 这里什么都和日本不一样 但是那就要非要 扔掉日本的价值观吗 不扔掉就不对吗 山田君这话 听到后面的姬友娘 抖了一下肩膀 看样子 这姬友娘 为了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把日本的价值观扔掉了吧 山田君继续反问拉斯 京也 我反倒问你 你说没办法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就这样 所以没办法 所以妥协了吗 说到这儿 山田君脑海里再次浮现 当年杀死地龙的光景 他一生无法忘记 这个有技能 有能力值 杀了魔物会升级的世界 开始总觉得像游戏一样 第一次知道这是不对的 是差点死在游谷手上的时候 还有就是 第一次杀死魔物的时候 游谷那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之前总是轻飘飘的 第四王子的半屌子地位 活着很自由 但又不是完全自由 地位也是如此 但也没啥不满 不需要飞像个王族 小日子挺舒坦 锻炼技能 听说哥哥的活跃而兴奋 想着那天自己也要那样 这样天真的梦想 差点死在游谷手上时 出现了裂痕 之后在杀死地龙时 彻底粉碎了 被人杀和杀死魔物 都是日本体验不到的 总觉得今生是前世的延展 像游戏一样 但游谷的杀气是那么真实 打倒地龙的手感是那么真切 最初和游谷打的时候 脑子一变混乱 被救后才感到颤抖 在与地龙打斗时 也是没有多想的余地 但看到对方遗体 他吐了 知道了这是非的亲人 也许是一直在找寻自己的孩子 想到这儿 就无法再像游戏一样过日子了 之后他对于魔物战斗 感到变得好怕怕 那么后面所谓的勇者善联军 如何面对心理阴影 与基友拉斯之间的矛盾 又会如何演变呢 欲知详情 敬请记得后续内容 这次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永远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